好 正值光复乡代表会定期会开议的期间 但是忙着名符的乡名代表吴辉明 在7号一早开车行进台九县凤林路段 不慎自撞分隔岛 导致整台车翻覆 那么乡代表吴辉明头部是撕裂伤 送到凤容减伤处置之后 转送花莲慈祭医院来治疗并没有大碍 那么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警方调查 一早就先跟大会请假后 赶忙要去为名服务的乡代表吴辉明 不料在开车行进凤林镇台九县路段时 却不慎自撞分隔岛翻车四轮朝天 下方人员第一时间内将头部受伤 但意识清醒的吴辉明 连同车上两名乘客送到凤容医院救治 而正在开议的光复乡代会主席廖义军 与代表同仁正经担忧 在获知无代表并无大碍 时也松了一口气 由于撞上分隔岛后翻覆的这小客车 占去北上的大半个车道 凤林警分局四名警力现场处理并且交管 而今警方调查 关无相代表吴辉明有适当驾照且九厕值为零 而至于肇事原因 目前警方也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